梁漢文這日為新劇拍攝 提到自從安心事件發生後 許智安不但公開道歉 有傳私底下還跟迫科的成員道歉 我真的沒有收到他道歉 而且我覺得不需要跟我們道歉 作為一個認識了他30年的朋友 我覺得在這個階段 事實上是要給他一些空間 最重要是給他一些時間 他自己去調節 還有 都不適合這麼多東西 所以 希望大家給他一些時間 那Sammy即將舉行的演唱會 Edmond又會否去支持呢 我當然會 蘇永康演唱會也會過去 我跟ViuTV已經請假了 請了一天假 因為我上個月 五月一號開始拍 一直拍拍到現在 其實我之前也去過 也去過加拿大美國 也做了三場演唱會 所以這一兩個月我真的很忙 每天都在那邊拍戲 所以真的沒有時間跟他見面 也只是跟他WhatsApp有聯絡 Edmond這次在戲裡面 就跟黃敏逸、張惠儀等等 展開四角戀 真是現福無邊 那張惠儀和Edmond拍親熱鏡頭的時候 又會不會尷尬 有一些比較殘眠 但是具體是有多殘眠 有多大膽呢 這個就還沒拍 這兩天我們將會開拍 看導演的手法 我期待著 我個人也期待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